我们下面介绍生命熔炉骑士智刘雅 我们智刘雅就是我们唐吉哥德 长矛盾牌流的晋升版 100级晋升版 现在我们是100级 然后唐吉哥德一开始用的是这一版 长矛 骑士长矛 然后当我们得到了这个智刘雅的树矛以后 然后就换成它了 好 来看我们的装备 我们智刘雅树矛现在加到9 然后我们一开始的骑士骑兵长矛 我们现在加到了21 然后把一开始的连击升级为了鲜血征收 这个鲜血征收可以出血 而且打到敌人以后还可以吸血 好 我们来看一开始的连击是这样 这只是使出连续突刺的战绩 后来我们换成鲜血征收呢 你看这个属性为血 然后能夺取受攻击对象的鲜血与血量 然后它获得的地方呢 就是那个鲜血王朝的山坡下面的洞窟里面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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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我们在这个级别呢 我们主要使的是金黄打盾 我们也可以使这个熔炉角盾 但是熔炉角盾呢 它随身带一个这个盾牌冲击的战绩 是拿不下去的 所以呢 如果拿不下去的话 我们打的时候 如果一只手用这个盾牌 只能使出它的战绩 就很难使出 必须得双手持大树毛 然后才能使出树毛的战绩 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这个的话 金黄打盾 它的防御力比防御强度 比这个熔炉角盾的防御强度还多久 你看它是69 这个是60 它还多一点 而且它没有战绩 这样的话我们拿着它 一只手拿着它的话 我们这个滞留亚树毛的战绩 就可以很方便了 就可以适合了 好 当然还有我们的黑刀 这黑刀也是一个补合缺少的过关工具 很多地方需要它来打 然后看一下我们携带的物品 黄金属恩惠加一 提升血量精力 装备重量上限 卡利亚徽章 减少使用战绩消耗专属值 重五护服加一 它大幅度提升装备重量上限 再加一个 葛夫雷的肖像 强化魔法导道和战绩的蓄力使用 因为我们这个 基本上这个都是蓄力战绩 所以很需要 看一下我们的状态 在一百级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力是三十 集中力十七 耐力三十五 力气四十二 灵巧十四 智力九 信仰二十 感应十二 好 我们角色数据从下网上说 感应十二是为了用这个腐败吐息 然后信仰二十 是因为我们的数毛需要信仰二十 智力可以降到最低 一九 不用 灵巧十四 灵巧十四 是因为我们骑兵长矛 需要灵巧十四 然后下面就是力气 力气越多越好 但是一定要超过三十六 为什么超过三十六呢 因为我们的盾牌是三十六 力气当然是越来越好 越往上 力量越强 然后耐力三十五 耐力三十五 就是应该在三十一三十二以上 然后才可以装这些装备 才可以拿得起来 然后集中力是十七 集中力十七 是因为我们的 现在用的这个骨灰 骨灰是结晶人 骨灰结晶人 然后需要消耗专注值一百零一 当我们集中力十七的时候 就可以超过这个一百零一的这个限度 然后就可以把它召唤出来 但是其他就是接近一百的这些骨灰 也可以召唤出来 所以集中力十七 生命力三十 生命力就是三十 所以我们就够用了 我们下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